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台媒还猜测说辽宁舰回程的时间可能在1月7号和8号 正是蔡英文出访的时刻 时间点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对此台防务部门表示将会有所准备 日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曾绕行台湾东部海域线近在南海训练 而近日来台湾媒体纷纷猜测辽宁舰可能在结束南海训练后 经台湾海峡沿所谓海峡中线返回大陆青岛 台湾媒体认为由于蔡英文预计于7号出访 所以大陆此举挑战意味浓厚 台防务部门称 对于辽宁舰北返的路线属于意测 不予以置评 但会持续掌握辽宁舰动态 并依情况做好应对准备 台军方官员还称 如果一旦辽宁舰航母进入台湾近海附近海域时 台湾的P3C反潜机和IDF-F16与幻象战机都会分批升空警戒 海面上则会有拉法液 成功级既德级军舰在适当海域警戒 做好应对准备 另外还有台媒援引台湾军方官员的话声称 台湾在本岛西部和澎湖在内的多个离岛都部署有反舰级防空导弹 如果辽宁舰等大型军舰胆敢经过台湾海峡 他们应该会更害怕才对 因为台湾会有数百枚各式导弹瞄准这个大型目标 台军和台湾媒体紧盯辽宁舰的动向 认为航母编队很可能经过台湾海峡 对此有网友不以为然 认为这些报道都是废话 不走那儿走哪儿 台湾海峡又不是台湾的 台军绷紧神经 高度戒备 甚至战战清清 台军和台湾社会对此事似乎有点神经过敏 另据台媒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5号上午接见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两岸事务访问团一行 在致辞时蔡英文声称 台当局致力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承诺与善意不变 在处理两岸关系上 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 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不过蔡英文做出姿态 台湾网友并不买账 他们在脸书成立2017罢免蔡英文联盟社团 还有人在谷歌地图清楚标示蔡英文官邸坐标 并向解放军喊话 导弹就是打这里了 获得许多网民典范 这也在岛内引发了争议 最近以来有关所谓统独议题的讨论 持续占据台湾媒体的版面 对此马英九日前到大陆校园演讲时就表示 排独不是选项 不会成功也没必要 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 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4号傍晚到台湾名传大学专题演讲 吸引近400位大学生前来听讲 在开放现场提问环节 有大陆学生发问 两岸应如何进一步对话来加深政治互信 对此马英九表示 他上任时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重要原则是 建立高层互信 而久而共识是最好的方案 台独不是选项 不会成功也没必要 他认为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 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 过去一个多月 两岸局势变得紧张且复杂 近日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再熙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大陆方面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青年动物 我们会继续坚持和平统一的努力 绝不放弃 但最后能否实现和平统一 不完全取决于大陆 还要看台湾方面的态度 不去冲撞台独这条底线 我们可以等待一个时期 但是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 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不要误会 以为大陆不会打或者不敢打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去制止台独 去解决台湾问题 也有办法解决好善后的问题 王再熙说 解决台湾问题 总的说无非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两种样式 但不是绝对的 历史上也有濒临城下 最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北平模式 2016年刚刚过去 5号上午台湾竞争议论坛 召开2016岁末年中 蔡当局总检讨记者会 也就蔡当局施政近8个月以来的总体情况做了总结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 蔡当局上台以来 民调支持度一直螺旋下降 政策的发夹弯 以及持续恶化的两岸关系 是造成民众对台当局的信任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这8个月来的施政结果 大致上可以这样讲 叫做伐善可陈 江河日下 死不认错 台湾政局正在螺旋向下 当然这一切的开端 都是从两岸关系而来 彭景彭表示 蔡英文在选前一直说要维持现状 但是上台后维持现状成了空投支票 到去年年底 陆克减少一半以上 今年可能还会继续探底 而且深不可测 两岸经济也会因为官方层面的协商管道 几乎完全断绝而受到影响 有学者强调 蔡英文的民调一路螺旋向下 已经降到了三成 两岸关系激动和政策发夹弯 是民调下滑的主要原因 而即便是绿营自家人 也对蔡当局现今的施政情况感到忧心 这个执政这么困窮啊 这个冰冻三尺非一字之寒 没有任何万灵丹 我觉得是令人非常的忧心 竟然这个一路下滑 民调下滑到这个程度 这个其实是前所未见 指标开太多 做不到 就是把家外人跑 与会学者还认为 蔡英文上任后 一步步将台湾置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境地中 而两岸关系激动 已经给台湾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 他们呼吁当局应紧速改善两岸关系 台湾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应该朝九二共事的一个基础上面 那么继续来加以改善 不应该变成一个僵持 或者是能动的一个情况 台当局的施政 不仅学者们看不下去 普通民众也是怨声载道 特别是一例修新规上入后 造成部分产业增加人事营运成本 甚至借此涨价 原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说 涨价是一例修必然代价 但引发争议后 却又赶忙改口 自我打脸 一例修引发物价上涨 林全终于清上火线 但却改口这样说 抛出肯定据 说不会造成物价上涨 但回顾第一时间 林全不是才说 涨价是一例修必然的代价吗 强调外界解读错误 似乎没听见民众哀嚎 但连蔡英文前一天开民进党中常会都说 请行政部门不要用冷冰冰数字 看待落实周休二日制度造成的影响 一定要注意个别产业需求 如果说是企业的这个调整 是因为要支付给劳工比较多的薪水 或收入而增加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 做事录反映 这个部分我相信社会可以接受 社会到底可不可以接受 一例修上路至今 台湾各大连锁餐饮服务 交通运输等产业 对外价格纷纷调涨 企业劳工出面痛批蔡当局 逼得台所谓央行不得不出面背书 需求和缓 因此通膨的压力相当的温和 彭怀南强调 以密切注意物价发展 包括2017年通货膨胀 约1.26%到1.46% 在合理接受范围内 企图端出图表 要民众别紧张 但连蔡英文自己都打枪说 别再看数字 台行政团队又该如何取信于民众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关注了哪些资讯和评论 我们来连接一下 本台的驻台观察员陈贺南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小丽 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 今天台湾中国时报 头版上的消息 大大的标题 激动农历年后陆客再减半 据岛内旅游观光业者方面透露 他们观测评估后认为 在农历春节过后 也就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 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将再度出现滑坡 目前预估总量上大约是团体游客 在2016年减少的基础上 再减少60% 而个人游客也将会减少一半左右 对此岛内旅游商业公共会 全联会方面表示 业界普遍有类似的关注 而台湾方面观光局则表示说 这些都是外界的传闻 无从证实 但是据台湾方面观光局的统计 从2016年的5月份开始 每个月大陆游客赴台人数 都比上一年度同期减少 从8月份开始 每个月的降幅都在30%至40%左右 而反观 台湾方面的游客前往大陆的 在2016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加 甚至有业者表示说 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旅游 就学工作 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 几乎每个月 都是保持在30万人次以上 其实作为媒体 我们的观察是非常的明显的 有两个部分 第一 就是由于来到台湾的大陆游客少了 观光景点和旅游购物点 显得不再那么热闹了 第二 我们身边愿意来到台湾旅游的朋友 变少了 当然不排除 这其中就是因为 相较于台湾在某些意识形态上的一些问题 大陆民众更愿意去轻松的地方 度过自己的假期 其实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所言所行 大陆民众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的 而今天台湾联合报也发表了一篇社论 它的标题就是 蔡英文不可作茧自负 又作茧赴台湾 何为作茧自负呢 社论就点出来说 在2006年的6月的时候 时任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 召开记者会放话声称 两岸从无一中原则的共识 十年之后 这位蔡主委成了自己口中代表 2300万名义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他说两岸关系应该由 2300万的台湾民众来决定 且不说他睁着眼睛没有看到 对岸最大多数大陆民众 对于台湾问题的发言权 光就是他一个人 就在十年前和十年后 都自以为是所谓代表台湾2300万民众 做出了不负责任的决定 而其实到现在为止 台湾民众只知道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 至于蔡英文为什么不承认九二共识 却从未见过蔡英文出面解释过 社论最后呼吁 当下不接受九二共识 是蔡英文以及民进党一党一人的决定 蔡英文切勿作茧自负的同时 还把2300万的台湾民众都带了进去 好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关注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小丽 好的谢谢贺南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最近民调低迷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很会制造话题 他日前受访时说 现在蔡英文的许多政策 都要靠资源丰富的台北市推动才有办法实现 外界认为他正是向蔡英文喊话 目的是在逼迫绿营继续跟他结盟 同时柯文哲还认为 自己民调下滑是因为得罪当道 引发外界的联想 市长身份证要见一下 掏出身份证 推广北市的新护证系统 柯文哲对于北市的市政资源很有信心 甚至让他说出 蔡英文要连任北市不能忘 很多政见 包括那个20万户的公共住宅 什么长照2.0 甚至到一粒一休 其实很多政策都需要台北市的去推行 因为台北市还是资源比较豐富 列出一堆政策摆明了说北市端着资源在等你 此话一出绿营进退两难 就连提到民调也要跟蔡英文绑一起 平面媒体专访他说民调下滑是得罪当道 这个当道指的就是蔡英文 他说我的民调基本盘松动 是从去年2月到5月中在这段期间有做错任何事吗 有没有杀人放火 都没有 那为什么民调毁调 不是每个问题都需要回应你的 所以你会讲个话是没错的 我再回去想想看 是牵托还是喊话 不批绿营战跑后 下一步面对选择跟敌人面对面 或是再度结盟 台南市长赖清德的动向也是一直备受关注 现在传出他之后或将参选新北市 不过赖清德本人回应说 一切还没有计划 而面对新北市这个台湾最大的行政区 苏系民代吴炳锐 以及蔡英文的嫡系民代罗志正 也动作频频 看得出民进党各派系之间的暗自决力 领着高人气走到哪都有人抢拍照 赖清德感谢之旅 被问的问题永远都是要悬哪 这回更传出新系内部协调好 他确定要选新北 没有啦 那个完全是媒体的报道 所以没有这个事情 也没有求政府 所以不会到新北市选新北市长 现在没有任何计划 面对问题始终如一 没有否认却也没有证实 有北法可能吗 这也关系绿营其他派系 新北人马角竹 赖市长如果要来选 我认为他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 但是赖市长不一定会来 只要自己有目标的人各自去努力 是很正常的啦 一直没有定案前 人人有机会 苏星吴秉锐动作频频 基层跑的琴 只是打拼的不止他 新北市台湾最大行政区 当然不能不推自己人 英系罗智政更传出 应春连宋里长讲究家家户户 都有他祝福 诚意很够 不过没到最后一刻 变数都很大 那个都是传闻 我们跟党内也没有讨论过 那如果说有规划到您的话 您有意愿吗 谢谢 如果秘书长选项成了 主导新北选举关键因素消失 扶上台面的人选势必 还会再多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那尾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界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韩国总统朴景会亲信干政核心涉案人物崔顺时 即涉嫌共谋的青瓦台前政策调整首席匿书安中范 青瓦台前副主秘书郑虎成 1月5号以被告的身份出席首次庭审 而在当天上午 韩国宪法法院就弹劾案举行的第二次庭审辩论中 朴景会依旧没有出席 崔顺时和安中范涉嫌强迫50多家大企业 为梅尔财团和K体育财团创立出资774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4.4亿元 郑虎成则因涉嫌泄露公务机密被诉 崔顺时在被问及是否全盘否认指控时回答是 并主张自己受冤 要求法院查明真相 崔顺时的辩护人李炯在律师表示 崔顺时没有和总统朴景会总统府前首密安中范共谋 强迫企业为梅尔财团和K体育财团创立出资 从两个财团成立到现在 崔顺时从未谋过私利 安中范方面表示 振兴文化和体育事业是总统朴景会的竞选承诺 他只是按总统指示办事而已 并没有向大企业逼捐 郑虎成辩护人则表示 需要时间整理意见 没有就是否承认指控表态 另外在5号当天上午 韩国宪法法院举行总统弹劾案第二次庭审辩论 被停职的总统朴景会依旧没有出席 由他的代理人团出庭参与辩论 根据韩国法律 宪法法院不能强制传唤朴景会出庭 但可以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 照常进行审理 宪法法院将就总统弹劾案举行三次辩论 最后一次辩论将于本月10号举行 美国纽约市当地时间1月4号早高峰时段 发生列车出轨事故 造成104人受伤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表示 没有收到有中国公民在此次事故中受伤的报告 据了解 发生事故的列车 隶属于纽约长岛铁路通勤系统 4号早上从纽约昆斯区法罗卡维出发 当地时间8点30分左右 抵达布鲁克林区大西洋枢纽战时 未能正常停车 撞上了轨道异端的缓冲块 导致前两截车厢出轨受损 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故发生时 列车上约有600名乘客 事故造成104人受伤 但大部分人伤势较轻 并无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后 长岛县大西洋码头站被暂时关闭 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有每天搭乘这班列车的乘客反应 出事前的车速比平时要快 这是纽约州及其附近地区 近三个月来发生的第二起重大交通事故 纽约州州长科默在抵达现场视察后表示 纽约市将连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和联邦铁路局就事故原因展开彻查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当地时间五号 就美国面临的网络威胁举行听证会 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科拉伯 在会上表示 黑客攻击仅仅是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手段之一 俄罗斯还通过传统宣传战 散播虚假信息等途径干预大选 他声称 俄罗斯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构成主要威胁 这是迄今为止 美国情报高官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所做的最完整表述 当地时间一月五号下午 土耳其西部海滨旅游胜地伊兹敏尔市区的一家法院门口发生袭击事件 有两名袭击者在引爆汽车炸弹后试图闯入法院大楼 当地电视台援引一名目击者的话说 袭击发生后 两名持枪武装分子与警方发生交火 现场持续听到枪声 爆炸和交火造成一名警察和一名法院工作人员死亡 至少7人在袭击中受伤 其中包括两名警察 据伊拉克军方1月5号透露 首都巴格达当地上午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 造成至少9人死亡 其中7人是平民 另外2人是警察 敌击发生在巴格达东部的什叶派聚集区 目前上午组织宣布对该起袭击事件负责 泰国内政部数据显示 从去年12月29号至今年1月4号的新年七天危险期期间 泰国累计发生交通事故 3919起 造成478人遇难 4128人受伤 泰国是全球车祸死亡率排名靠前的国家之一 每年新年期间和泼水节更是车祸死亡的高峰期 因此新年假期也被称为危险期日 较至去年 泰国今年的危险期日交通事故有所增加 死亡人数也同时增长 与以往一样 遭成车祸的主要原因仍是最久驾驶 占总数的三成六以上 其次则是超速驾驶 约占车祸总数的三成一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件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 中京的驻地市场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市场之一 同时也吸引着众多的国际游客的著名旅游地标 每年的1月5号是驻地市场今年的首个交易日 当天举行鱼类拍卖活动非常的引人关注 今年的拍卖中一条200多公斤的蓝旗金江鱼 拍出了约合人民币440万元的添加 当地时间1月5号驻地市场迎来了2017年首个交易日 一大早市场的新年第一次鱼类拍卖如期举行 许多买家竞相叫出高价 希望为新年博个好彩头 拍卖中一条重212公斤的蓝旗金苍鱼 被连锁寿司店寿司三昧 以7420万人员 人民币约440万元高价拍下 成为2017年最贵新年金苍鱼 这也是寿司三昧连续第六次 孝奥驻地市场的新年首次拍卖 2013年 他曾以1.55亿日元创下这项活动的最高拍卖家记录 不过虽然拍卖红红火火 但驻地市场的很多商家 却对新一年颇有些忧虑 因为为配合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城市规划 驻地市场将于2016年11月搬迁 但由于新纸的环境污染问题 搬迁时间被推迟 商家希望2017年市场搬迁问题 能最终尘埃落定 法国一名105岁的老人 日前向百岁以上老人 一小时骑行最远距离的世界记录 发起了冲击 最终他挑战成功 而这也是他第二次打破该项世界记录 法国105岁高龄的罗伯特马尔上 4号再次创造奇迹 在隶属于巴黎的顺康台 昂伊夫林市内的市内赛车场 一小时前行22.547公里 创造了国际自行车联盟 为他专门设立的世界记录 马尔上1911年11月26号 出生于法国北部城市亚年 他自有喜欢骑自行车 年轻时在巴黎做消防队员 退休后67岁 才真正开始从事专业自行车运动 2012年 马尔上在瑞士专业自行车馆 一小时骑行24.1公里 国际自行车联盟 为他专门设置了百岁以上老人 一小时骑行最远距离世界记录 2014年 马尔上以一小时骑行26.925公里的成绩 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这一记录 马尔上4号的成绩 被国际自行车联盟设为 一百零五岁以上老人 一小时骑行最远距离世界记录 赛号接受法国媒体记者采访时 身高仅一米五零的马尔上 依然中气十足 超级细菌 是指具有抗生素耐药性的某些细菌 由于人类已有的抗生素 无法将其杀死 超级细菌已经成为 当今世界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 不过最近研究人员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远古洞穴中 发现的一些细菌 可能会成为抗生素的新来源 它们或许能在人类 与超级细菌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人类早期的抗生素来源于微生物 主要是细菌和真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是抗生素被发现的黄金时代 自从使用抗生素以来 一些原本致命的疾病变得不再可怕 人类的寿命也由此大为延长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近几十年来 由于滥用抗生素 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扩散 这些无法用已有抗生素杀死的细菌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 为应对这种状况 俄罗斯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 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些远古洞穴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泊 而这些洞穴的历史可能比它更为久远 研究人员说 洞穴中有成千上万的微生物 它们在过去几百万年中未曾改变 因为从未受到外界影响 它们所形成的生态系统也是独立的 研究人员在洞穴中发现的部分细菌 可能对现代医学中最强的抗生素具有耐药性 这些古老细菌独特的抗药性机制 让人非常感兴趣 抗生素的黄金时代后 科学家发现的新的抗生素非常少 但现在借助洞穴中的发现 研究人员研发出一些新抗生素 并且研发工作已进入最终阶段 部分新抗生素已经在一些养鸡场使用 但研究人员的最终目的是在人类的药物中使用它们 以对抗超级细菌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官方微博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